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 第三場,四班12米,7.45分開跑 1號電腦10號,135磅9檔 海明年騎高都是馬貨,麥格花1個月左右,跳1七貨 唯一跑5場馬,唯一一次上名的路程正正就是前一次跑谷草12米 商場,大外檔,買到你都預了它,不行的了 因為始終馬比較新一些,所以變成有時候排大外檔 當你早點用得多,馬回不了氣是真的差一點的 那你放下快閘連下去,看來都是今次,是不是真的刻意想搶放呢 大內河9檔,你要搶放埋難,有機會差一點點 2號電上飛車,132磅7檔 田湯騎取上馬房,一馬隔兩個星期又跑,沒有快跳功夫的了 上場,背著頂磅135磅,回來第三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差,不是 因為前面是跑了快步速出來的 再加上馬,沿途跟那個位其實都跟了前面的快步速 你所見,贏的那兩隻,都是留在後面衝上來的 所以我覺得上次背著這麼重磅,回來第三,絕對是出色的 因為你跟了快步速回來,都仍然撐得住,還有第三 你怎麼前面都斷了,變相比後面前多多,還有,正去春區這樣涌上來 那今次的磅位上,就比上次輕3磅,又再換人跑了 但我覺得,檔位沒什麼傷害,因為,繼續這樣跑,其實擺前走 你耳跌,內欄也好,都沒問題的 所以這隻2號電算飛車,我覺得狀態上維持得不錯,可以繼續的 三號旅遊高球,130磅,10檔,布民記葉倉和馬房 這日後,兩個禮拜跳了涼課 近期的操練就一般般,始終這些不半球馬,跑好少 現在差不多跑了五場左右,上場叫做輸回近一點點 沒有之前的三場那麼誇張 可能菊草千艷,對他來說,都蠻合跑 上次找黃俊,都臨尾這樣湧上來追幾步 今次就換了布民去試試 但留意一下,因為上次的補充是偏快的 所以,他就能夠追得近 看看今次會不會有機會再補充 因為今次抽的檔位和上次都是這麼壞 預期都要留到好後來追的了 四號韓州飛輪,129磅六檔 潘明輝,深厚成馬房 一馬隔兩個禮拜,跳了兩貨,一貨拍跳一貨彈集 今季來講,菊草千艷,三班都能夠上到名 下到四班都還未得 都不知道他哪一貨 當位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又是隔兩個禮拜又再跑 狀態一樣維持得不錯 但的確上次第八是失望的 而且賽後驗他也不見他有什麼健康的問題 所以這次是韓州飛輪,可能真的還要再跑一貨 今後萬眾開心,127磅11檔 嘉哩奇黎超聲馬房 今次減回三個禮拜,跳了四貨,還有貨拍跳 這隻萬眾開心,上場初出 Funday的表現都叫做一般 不是特別好,也不是很差 斷了回來也不是很差 始終都是那句 因為初出跑谷草能夠有好表現的馬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多 所以變相 我覺得這隻 五萬眾開心上場來說 是真是 叫做 恰可 你說是不是去到好差 不是的 但是不是很好都不是 狀態一定不是十足 還有很多進度的空間 暫時來說都繼續留意先 但這個11檔是難搞的 路長發,125磅12檔 任命輪騎何略馬房 這次減回三個禮拜,跳了四貨 一貨拍跳 然後就拍了兩局 上場呢 嘗試增程千二米 好像好一點 在後面也叫做 追到兩步 他那組不差 也叫做追到兩步 但奈何今次又要抽大外檔 熱完新兩局之後 還給一貨拍跳他的 狀態真的被他迫起了少少 有些進展 但今次12檔都相當難搞的 又是要縮到最後 看看衝過小段 可以涌到上來多少 7號宏財 115磅3檔 周綜內騎大衛斯馬房 因為我隔了兩星期 跳一一貨 上場呢 進來的第三 其實我覺得都算是這樣 沿途守著二疊 回到入直路 和你擠一段 都涌到上來 因為有財有常 駱家福兩隻都貼難 當日貼難是特別好 所以變相那兩隻就賺到些 他又叫蝕了 因為沿途要走二疊 今次有個三檔 繼續找回周俊諾 上次上了名 繼續找他跑 馬狀態維持得相當之好 隔兩個星期而已 又跳了貨 所以我覺得這隻7號雲才 今次有個三檔 可能發揮上 會再 能夠省得多些 可能再接近些都不奇怪 8號電子彩虹122磅5檔 梁家俊方家拍馬房 這次馬隔三個星期 跳了兩貨 上場 過來方家拍這邊 跑了三次 上次有個一檔 再加上那場 同場有隻電子兄弟 兩隻 其實差一點點 他上上下下 已經贏過第二 再加上追正頸 追著電子兄弟 那隻就不一都厲害 死班這個老程 上次的第二其實是出色的 無疑這次的檔位 未必有上次那麼大優勢 一檔 這次只有五檔 但其實都幾好發揮 而且這個路程 以他上次這樣回來 走勢真的相當不錯 應該幾一 這個路程都幾適合他發揮 所以我覺得這隻電子彩虹 今場來說 機會都不錯 9號風滿寶 1位11磅2檔 霍雲星期 賀兒馬貨 這日馬隔兩個星期 跳了一貨 今季呢 在四班都曾經叫做贏過 但是最近呢 其實都跑得比較差些 就算 你説之前去到谷草 跑了一場1200米內蘭 回來的第四 當時張霍雷跑是失望一些的 不過不要緊 今次換了霍雲星 又這麼幸運抽到內蕩 我覺得這隻風滿寶 絕對在這裏有機會 因為1400米 他抽內蕩 其實都幾好水準的 修學能文能武 11200米一檔 海濟搖騎 你叫我一馬房 這日馬隔一個月左右 試了貨集條錄貨 近來貨集回來 好像叫試得不錯 但是留意 那貨集是重化回來的 都是重化一些集的實力 大家都要自己想一下 如何計算 但是這隻馬呢 前次的谷草1200米 有個內蘭之後 回來輸給一隻沙漿金剛 沙漿金剛之後 什麼成績大家都有目共睹 上場真是爭情 這場呢 就 批1650米不行 所以這場又下來 跑回1200米 加上有個一檔的幫手 會不會這場能文能 會不會有機會 出到頭呢 1號廠1 119磅4檔 包到騎5盤 馬房 這馬隔3個2把 跳了4貨 一貨拍跳一貨彈雜 上次拉屎那裏 衝得厲害 沿途跟著2碟 回到直路 跟你鬥霸一段 剛剛好夠贏 美滿將來 贏個短碼頭 但記住上次是5班 當然這馬房也有打搭 跑得好的馬 保持得挺好的 這次有個4檔 但是升了班 但是我覺得以他的能力升到班 應該都可以上到名 當然啦 這馬再進步一點 可能贏了都不出奇 繼續找回巴道跑 以上次爆臨最後最後的400 那段喘勁的話 在這裏都絕對有威脅的 12日大家開心 115磅8檔 蔡明小騎民家人馬房 這批馬隔了3個禮拜 跳了3貨 上次 暴民跑不到 換了梁家俊跑 沒問題 一樣都是用那個跑法就搞定 就是放在前走 上次 在5班放頭回來 輸起精算尺鹽 他選擇走上來4班 跑輕磅 精算尺鹽 因為始終精算尺鹽太低分 那就繼續留在5班跑 如果第二場的精算尺鹽 繼續跑得很有表現的話 你可以繼續 這隻 大家開心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再加上 就是 馬的跑法因為夠主動 當然 你的檔位可能未必這麼好 拿著8檔 但以他的狀態能力 輕磅放下放下 也不要說沒有機會 這一組 四班千二米 其實都幾混戰 每隻都好像有機會 真的要清差一點 可能是5號萬眾開心 6號長髮 還有 4號韓洲飛輪 可能是這三隻 有機會是比較慢斜便 其他一隻馬 每隻都好像有機會 是針對大家的發揮互動 很簡單 電子彩虹 嘗試跑得好 今次有個好檔 這些馬一定是要選擇的 另外 2號電信飛車 也是 上次跟了快步速 Founder的第三 其實我覺得是比想像中出色 還要揹著重磅 所以 這隻電信飛車 你又不會不要 狀態又好 接著 7號雲彩 上次這樣 其實 大部分 當晚的賽事都是貼難好 他走二疊 入直路 和你擠一段 Founder的第三 也是不錯 7號雲彩 所以這三隻就已經很穩陣了 再選擇 一天有些星班馬 其實10號雲彩虹 就變相 好跑 因為有個一檔 再加上前次已經告訴你 跑了四班千二買 是沒問題 上到名 上次跑了1650 不行 給他一個月休息 回舊 再做過試埋 炸花上松花 然後再來過 所以這隻手號能聞能聞 你都不要小看 另外手號 闖1 和12號大家開心 兩次都五班馬 但是這麼輕 走上來這四班 跟你跑 你都不要說一定是不行 闖1 上次那四班 的確是衝得很好 今次有個好檔位 四檔 如無以外 應該走二疊 三位 入直路和你擠一段 大家開心 就放頭 放前走 跑法性就夠主動 電路實在很多人 如無以外 都應該會放頭走 又年輕 你又沒有什麼能力 變相 這些馬 這一組馬 真的是 當位去分勝負 誰跑得錯 少一點 就有誰有機會 就算三號旅遊高球 找一部門走上去 上次因為快步速 扯快了一些步速 最後追到第六 這次 可以不可以 又遇到一些偏快步速 又被他追得到 又不出奇 三號旅遊高球 因為這麼快 馬房 跑第四五次 都已經能夠 有少少追射 給你看 都很難得 福滿寶 剛才都說了 這個路程 他只要抽好檔 實近 你看 他大前次 鍾若麗 跟他跑 跑著三檔 在內蘭捐到第四 你知道 都告訴大家 這些見習生 去跑這些被動的馬 是吃力少少的 都能夠有第四 接著換步文 抽到大外擋 又跑第六 然後再跑沙田 就不用理了 但是 上次張宥麗 排小一檔 這些馬一定是不需要看的 因為這隻馬 以現在的能力 一定是排內檔好的 一定要靠內檔省 所以福滿寶 抽到二檔 又有些機會 所以今場有很多馬 選 我選了四隻 希望不會太熱門的馬 告訴大家 分別就是 8號、2號 7號 以及10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馬上回覆你 多謝大家